他突顯出來這個政黨形象 一個可能軍工就要中產階級 一個比較農民 但是我還是要講 握有權力的人現在是誰 是民進黨 你照顧農民你可以做得很多 最近又在講香蕉 你記不記得蘇貞昭那院長說 大家都買香蕉 現在那個香蕉還是出現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現在握有 國民黨那時候產銷失調 你現在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也是產銷失調 這個產銷失調的問題沒有解決 你當然同意 我也同意說你做這個農舍的改建 有它必要性 可是真正在前面 你現在他能夠生產創造出 不是只要給他魚吃 你可能讓他釣魚 這個部分才能源源不絕的進來 他這樣收入他不願意 其實沒有一個人願意 坐在那邊等人家補貼 那個其實是讓社會歧視 要大家歧視的 我是沒有辦法 你才要我補貼 那你是不是能夠創造這樣 讓他能夠有賺錢的機會 這樣農業產銷不要失調 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出現這個問題 今天你民進黨執政 你還是出現問題 當然洪野講了 有一些精緻農業 年輕的人可以這樣做 但是這些老的 他現在分成兩個 有辦法升級的人升級 沒有辦法升級的人要照顧 你要提出一個政治 能夠解決的問題 還有你的戰場 本來就不在立法院 你的戰場在你的行政院 你如果真的要放到立法院去的時候 你每次只有國民黨能夠主持 能夠得贏 那你是不是在你行政體系當中 去做發展一套 你對農民的照顧 還是你只是選舉的時候 還要喊票告訴你 我有支持你 這個選票要來投我 是他不支持 如果只是選舉策略上操作的話 我覺得你也在騙 我同意說民進黨要負起責任 執政黨 產銷失調 金融現在是明顯 當然是可能 民進黨像這個法案 農村改建條例 怎麼不要這樣說 說給大家知道 你看 我要照顧人 他不要照顧人 對啊 這要說就說其實建定 沒有不對 剛才人說看起來像行政 其實建定自己的立法院 因為這種議選的東西 你立法院不計算 行政就沒在一起做 所以我要說其實 我要說 包括這個條例 又牽涉到一個真正的中心問題 是什麼 林東 他到底有林東 我們台灣人民目 一個政府 一個人說你要做政府 像以前國民黨的政府 國民黨政府要林東什麼 林東我們的人民 林東我們的土地 林東我們的主管 台灣的主體型 他都沒有林東 都沒有林東 所以其實由這個農村 這個條例裡面 看出來說 他對我們台灣人民 怎麼沒有林東 請再給你 加一塊的官員 口水中就感動到老百姓 不要啦 這不不要啦 我們大家看 現在農民 四七個了 六四七個了 說這樣 如果我們要在家 就破了 要稍微給他 那個什麼 那個 收理一下 說這樣六萬塊 說不合過 再來 二十萬 我們要求六萬 二十萬 要二十萬 要啊 要呢 要貸款立行 這邊要不 這邊要 這邊要 你只出20%而已 住就你會這樣 還可以買賣 我要說的是說 像國民黨跟共產黨說好了 說台灣如果農產品自銷 他不是要來買 到現在怎麼不買 都不買 金錢才會多這麼多 民進黨有責任 我剛才說過了 但是我說 國民黨你現在 叫共產黨比較近來買 現在輸你那時候 不然國共論壇 全家 來 宏老師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不是說這個 產銷制度那些問題 現在這個擺在這邊的問題 是一個赤裸裸的一個 社會公益的問題 港寬景納稅人 農民也是納稅人 塑星階級也是納稅人 為什麼 這樣一個案子 這樣一個謙卑的案子 都過不了 你看看 我住在民生社區 民生那邊有艱難新城 大家都知道 艱難新城 我相信就是這個建改條例裡面 這個錢蓋的 艱難新城一戶 想救2000萬 如果照這個規定 他只要出20% 400萬 他只淨賺1600萬 這個也不要利息 也不要還了 這個我們這個 農村的改建條例 6萬 20萬 還要還行的 還要付利息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 不公義的事情 你看你如果去民生社區 你走這邊 那邊有 富蓮一村 富蓮二村 蓬城一村 蓬城二村 整個 整屏都是 建村 很多都改建 在台北的最精華區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社會正義 公義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感受 很心情地說 為什麼大社會怎麼差那些 怎麼會這樣子 台灣人要照多少錢 還要利息 還要行 那些不用錢差那麼多 一個5000億 一個1000億 怎麼差那麼多 差那麼多還不信 很奇怪 來 我們待會兒 要開放給大家來Call in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靠北 de敦 靠北的 靠北 靠北 楠 Shir